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终于在访中行程的最后一天下午 见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并且展开了大约半小时的会谈 习近平更在会上率先表示 美中关系稳定与否 事关人类前途命运 双方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 也取得了进展 达成共识 这很好 国与国交往 总要相互尊重 一成相待 至于中方在布林肯仿中之旅中最大的斩获 就是两国达成了巴黎岛共识 这意味着双方将共同致力重回两国元首 先前与巴黎岛会晤时所确定的议程 而这同时也代表着中方可能会以习近平与拜登 在2022年11月14日于G20巴黎岛峰会上达成的共识 为未来的美中关系基础定调 我们在我的观点上 至于拜习两人在巴黎岛峰会上具体达成了什么共识 虽然当时双方针对俄乌战争 气候危机与朝鲜半岛议题都展开了讨论 但台海议题依然是双方僵持不下的最大真结点 对此布林肯也在会后强调美方将秉持着一中政策 致力维护台海稳定和平 并且表示想要在美中关系上取得中大进展 并非是透过单次外交访问或是谈话就能达成的 由此可见美中关系想要得到缓解 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海宇新闻学院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海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大阅 OK 小铃铛 Bishop unto一到的